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效学关注的是它对于身体是不是带来了一定的效果 然后会考虑它的触及抗癌的一些活性 到了第二期的时候呢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肺癌或者是乳腺癌 我们会经过选肿瘤类型中观察到的一个疗效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终点来帮助我们进行考虑 比如说ORR TTP PFS等等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些这种阶段性的终点 来帮助我们去决定说这个临床实验是否要进入到第三期 那么进入到第三期里边呢 会随机的去进行一些配备分组 然后来去看看的比较现存的标准 那么有的时候呢 到了第三期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终点并不见得一定总是这个OS总生存期 也有可能会采用其他的作为它的一个三期的终点的一些标准 那么这个就是传统的药物开发的一个三个阶段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如今的一个药物开发呢 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 那么每一天大家在自己的这个药物开发的这些企业的沟通当中 都会发现他们在发生着这些悄然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变化 那么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机制的一些 确实的这个证据 即便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初级的抗肿瘤的活性 但是我们仍然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确实的证据 能够去帮助我们去验证说 它是不是有效的一个疗效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去会寻求一些生物的标志物 不管是组织也好 还是其他的一些生物标志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如今的药物开发里边 实际上在一开始 我们进入到后期的一个 哪怕进入到一个概念早期的一个研究之前 验证之前 就希望能够对这个机制呢 找到一些确实的证据来进行一个检验 然后我们去对概念进行一个检验 在概念的检验当中呢 有早期和后期 那么早期的话呢 会探查一些预测性的生物标志物 会利用替代中点指标 来去观察抗肿瘤的活性 比如说ORTPPFS等等 到了后期的话呢 我们会去证实这个预测性的生物标志物 这个里边的话呢 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理念 帮助我们呢 去验证说这个预测性的生物标志物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利用验证的这些 临床重点的指标 来去检验我们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寻求证据的 这样的一种药物的研发 寻求证据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在整个这个药物研发当中呢 更加的重要 比起传统的方式来说 我们希望在早期 就能够有确实的确凿的证据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年之前 我们去做一期的这个研究设计 这是我们比较习惯的 一种设计的方法 我们这里会有不同的这个颜色 来去展示 他们的所患的这个癌症 不管是肺癌或者是乳腺癌 然后呢我们 主要在一期的话呢 关注的是它的一个安全性 我们假设呢 就是比如说 在它的这个耐受性方面 这个肺癌和乳癌 它其实在这方面 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看它的一个耐受性安全性 然后呢我们会去看看 这个病人队列的扩增 一旦我们去找到了一个推荐的剂量以后 我们就希望呢 基于这个推荐剂量呢 去把它扩增到更广阔的一个队列 我们去看它的这个机制 是不是能够得以验证 然后这个药效 是不是按照我们预期 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或者说我们想把它呢 再去给它缩小到一个具体的 这样的一个生物的这个标志物 比如说这个肺癌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些生物的标志物 来进行一种靶向的 这样的一种肿瘤类型的治疗 所以这个是传统意义上面的 这个一期设计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非常高效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我们只要有一个 这个基因的类型 那么就可能能够让我们的帮助 决定说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传统意义上面是比较有效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 就是在把这个 如果说一开始的这个 剂量定下来了以后 我们就希望呢 就对它进行一个目标人群的 一个对列的扩增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它看看是不是有基因的突变 有这个扩增等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去分析这个生物的标志物 这里边会看到 它会有不同颜色 有这个不同种类的这些肿瘤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 右手边它的一个表现 实际上是基于这样的 右手边的这种数据的一个表现 来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个理论的假设 那么这样的一种传统的 一气的设计 可能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我们觉得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觉得这个新的阶段 就是按照传统的意义上面 只有那些对这个生物标志物 有反应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可以从中获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想 要不然就从一气就已经开始 去做这样的一个限制 就是说在一气的时候 它仍然是可以做肺癌 可以做乳癌 但是它必须要有相应的 这样的一个反应 才能够让它进入到我们的一气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更好的让我们去了解它的安全性 能够更好的找到它的一些标志物 因为说如果它没有在机制上面 获得验证 在这样的一些特殊的 比如说有突变的 或者说有扩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当中 再来去做这个一气 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一气 能够更加的有效 因为这样的一个进入到临床之前的 这个研究的话呢 能够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寻求一个 可预测的这种生物的检测物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 在早期的时候就排除那些 对于这一个生物标志物呢 会有负面反应的这样的一些病人 所以现在我们做一气的时候 我们希望在一气就能够早一点的 去选择那些只有分子负集的这种患者 能够去排除掉一些 不必要纳入到一气的这样的一些患者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里边 我们首先是从这个剂量的一个 递增的一个阶段 这里边只是那些选择 只有这种分子负集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必须对这个生物标志物有这个反应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PIK3CA的这个改变 它的这种改变其实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被发现的 这个可能在时间上面会耗时更长 使得我们现在的一期的一个时间 可能会比过去呢长达 比过去还要长四倍 那么这个虽然说延长了我们一期的一个时间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效的去缩小了 就是我们可能在二期发现并不能够真正的纳入进来的一些人群 和这个受视者 这里边的话呢就是PIK3KEA的一个选择性的抑制剂 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去看看 就是它的一个是不是出现了突变 然后呢看看就是它的这个生物化学和细胞学方面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 可能对大家来说也是 可能有一些让大家意外的 那么我们基于这样的一种信息 其实呢我们只能够帮助我们去 进行更好的一个就是PIK3KEA的这种扩增 或者是突变的这种病人的一个筛选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只选择那些有这个 对于这个选择性的移植剂有突变 或者是扩增的这样的病人 来到我们的这个一期试验里边 所以我们看看左边 你选择到了这个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是有生物标志物的 但是即便如此 他们有一些人也不会对这个试验的药物呢 产生一个反应 那么这个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 为什么我选了这样一群病人的筛选以后 仍然有一些人会不反应 我这张幻灯片呢 是给Jack来看更合适的 这张幻灯片显示出 我们要想做这种筛查 是定位到某一个人群 这需要我们看看这个标志物流行率有多少 如果我们的标志物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体现 那么你只要70个病人就行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临床试验 但是如果这个流行率只有5%的话 那么你要找到70个标志物的病人 你就必须要预计算上1394个病人 在中国没有问题 因为中国可能也就一条街吧 一条街就有这么多的人了 不用一个镇一条街就行了 但是在北美在加拿大 1394个人恐怕你找不到 那么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除非你有这么多病人在手上 否则的话 你想进行摔查 来摔查某一具有某个标志物的人群的话 那可能是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第一部分讲的是 什么叫要增强某一类的病人 某一类的生物标志物 现在我们来看看基础的原则 不管你是不是标志物来驱动 总体的原则是一样的 那么在一起研究的目的 它的目的总是要来确保这个药物 以及药物组合的安全性 我们要在一期来看看 计量限制性读性有多少 以及二期推荐计量有多少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进行二期研究的同事 给到他们一个推荐计量 让他们有一个计划 在二期来进行实验 那么我们二期的目的 我们有很多次要目的 除了主要目的之外 我们的次要目的包括 大家知道AE 那么通常这个一期里面 对于毒性谱是比较有兴趣的 我们需要描述和被评估 新疗法的毒性谱 那么这个呢 是和治疗是非常有关性的 之后我们来看看 对于PK和PD的评估 我主要会讲一下 一些客观抗肿瘤活性的初级证据 请大家记住 那么这个初级证据 以及客观抗肿瘤活性 是跟我们的二期推荐剂量 以及限制毒性是有关的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DLT 那么DLT 剂量限制性毒性 是个经常常用的一个概念 那么从定义来说 它是指毒性不可接受 那么对于医生和对于病人来说 都不可接受 原因是它可能是非常严重 或者是 即使是它没有那么 级别没那么高 但是不可逆性 无法消除这个毒性 因为这个原因 你不可以继续地增加这个毒性 否则的话就不安全了 那么对于限制毒性的 这个分级标准 我们有这样的标准 我们在这个试验方案里面 也必须要列明这些标准 那么之后呢 我会来讲一下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 来给DLT来定义 那么对于剂量地增 要从一级到二级到三级地增的时候 我们要基于 在第一个周期里面观察的毒性 比如说是三到四个 头三周 头四周这个周期里面 我们不能够再往后延后了 如果你要等每一个病人都完成了十个周期的话 然后你再进行地增的话 那么就要过七到八个月了 这是不太现实的 一般来说 我们会是用第一个周期的DLT的这个量 来决定我们如何进行剂量地增 那么如何来定义第一周期毒性呢 就要看你们的这个治疗质量是怎么样的 那么比如说是每日的剂量 那么DLT的确值呢 就会更低 如果是慢性每日的给药的话 那么DLT的确值就会更低 那么其实如果每天 即使是中等的这个毒性的话 那长期积累起来也比较多了 所以在某一些情况下 某些二级的毒性也有可能无法接受 或者不能耐性 因为它的这个毒性持续性非常强 而且缺乏修复时间 那么如果说比如说你的病人每天都要出去 它脸上总是有这个红疹皮疹的话 如果只是覆盖你身体20% 但是他们身体每一天都要 身体有20%身体皮肤上面会有这个皮疹 我觉得这个毒性就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说你的这个药物 你需要定义什么是你的药物的DLT 那么比如说你这个药物是每天吃一次或者两次 如果你不能在这个周期内按照一顿比例来给药 即使你是剂量完整的话 但是你的这个周期不完全 你这样的剂量也不可以接受 因为这意味着你只在第一个周期里面给了50%的药料 而另外50%的药料你没有给出来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在你的试验方案里面应该怎么写 有一些药物 比如说是每三周或者每两周来给一次药的话 你可以接受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一个毒性 但是它的这个时限要比较短 除非这是一个药效非常长的药 如果这个药效不长的话 那么你可以接受稍微高一点的这个毒性 比如说二级或者三级 但是如果是这个药毒性不能逆转的话 你就不能用这么高级别的毒性了 所以说比如说这个恶心 你给他们一些抗恶心的药 但是病人还是觉得很恶心 那么你就要考虑到这个剂量的问题 因为你无法避免这个毒性的显示 那么有一些三级或者更高级别的血液学的毒性 是需要注意的 我们一般不会用到四级这种毒性 而有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给药中间的间隔比较长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给病人的剂量 它不能够按时来挤药 而病人它可以从这个间隔中间来恢复这个 来恢复来减轻毒性的话 你这个也要是列于 也要列入你这个DLT级别的这个考虑因素 我们来看看一期实验的一些关键概念 包括这个DLT举例和间歇性用药的这个例子 那么来看看种类特异性的这个毒性 EGFR抑制剂 它会导致这个皮疹 错疮 腹泻和指甲毒性 那么其实 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你需要在你的DLT定义和试验法里面 要专门写下来 这个病人能不能耐受这个EGFR的抑制剂 这样你就可以来打造一些特殊化的这个毒性的定义 同样对于BRAF抑制剂 我们知道它会导致这种高血压等等 高血压是可以控制的 那么DLT的这个定义应该怎么来写呢 可能四级的这个高血压是比较简单的 你可能会用一个四级的DLT 那么如果用药以后立刻出现高血压怎么办 然后会有三级的这个高压 那么这个DLT是不是合适呢 还是说你可以控制这个高血压 还是说你是继续给同样的这个剂量 而这种情况就不像发生了 那么如果这个情况发生了两次或者一次 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剂量超标了 你要考虑到不同病人的反应 它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严重程度 那么你就需要来考虑你的DLT 当然你也可以从以前的这个案例中间来取得一些这个经验 但是你要知道每一次的这个实验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你必须要实时了解来重新定义你的DLT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MAD 它是指最大基于剂量 有的时候呢这个概念比较容易混淆 它和最大耐受量比较类似 所以我个人呢就不太喜欢用这两个定义 我比较喜欢用二期推荐剂量这个名字 叫RPTD或者RD 那么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个标准的三加三设计 它是非常典型的 如果没有这个RPTD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先开始进行三个病人的试验 然后往上面来进行剂量递增 然后达到了这个DLT值之后 再加三个病人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到了MAD 也就是最大给予剂量 在美国我们会把MAD叫做MTD 那么这也是一个推荐的剂量 那么所以说MTD可能并不是在世界各地 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那么在美国在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所以说最大给予量MAD和MTD最大耐受量 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 我更喜欢用RPTD或者RD 也就是二期推荐剂量这个名字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疗效和毒性 这个曲线显示出来 当这个药用药不断地增加的时候 你看它的毒性谱也在不断地增加 而且它的这个疗效也在相应增加 但是到了一个值之后 疗效会到一个平台期 但是负面的反应 毒性会不断地增加 那么有的时候 有一些药物的毒性谱的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这个分子物 可能即使你增加药量 它的毒性增加却不是那么明显 而且它的这个负面反应 到了一个平台期不断增加了 那这时候你如何知道 一个最佳的剂量是多少呢 你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对于缩小 有一定的抵抗 或者是一个PK的水平 如果你在动物上面看到了PK的一个水平 那么是可以介绍的 但是在人身上可能这样的PK水平 就不能被接受 那么有的时候你可以看看 是不是它的这个肿瘤 或者替代组织中间 检验目标的抑制剂的结果 你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显像的情况 来做一个决定 那么作为一个药物开发者 对你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毒性 我们也知道什么是负面效应 负面事件 不良事件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 什么时候要停止活动 而且你要知道 当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 出现了生物这个活性的时候 你要知道什么点停止 其实我们做三期的研究 有的时候也无法预测 不知道未来再用药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比如说 如果你在继续用药 会不会转化成为 给整个人体 人群提高他们这个存活率的一个好处呢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点 我们来判断都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OBD 经批准的分子靶向药物 那么这些药物 包括PK类的 PK PD类的和疗效类 大部分的药物呢 都有着非常 都根据他们的生物活性 来进行了分类 那么这些药最后都叫做OBD 现在来看看一期的一些基础问题 首先是用从什么剂量开始 其实剂量是多少 我们会用一些临床前 读理学的一些原理 通常会用一些涅齿类的动物 比如说老鼠 或者非涅齿的动物来进行 我们会用毒性参数 叫做LD10 也就是动物10%的 致死剂量 也就是 那么如果是小动物的话 就是它的致死剂量 如果是大型动物的话 通常是动物10%的致死剂量 根据这个动物的模式 我们可以来用一个 比较保守的一个剂量 来作为我们进行研究的 一个其实剂量 我们希望其实剂量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剂量 然后通过剂量递增 来帮我们得到一个 最终推荐的一个剂量 而不要先从高剂量 开始再往下来走 是比较不好的 那么来看看 哪种类型的患者 我们应当来加入进来 那么我对这个 就不要讲的太多 因为我们有一些 传统的入选标准 包括晚期尸体瘤 对于标准治疗 没有反应 或者没有已知的有效疗法 或者说我们不理解 当我们看到一个读心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是这个病人选的不对呢 还是说这个药物用的不对 那么如果第一步 这个患者人群选的不对的话 后面的后续研究 无法进行了 如果这个患者人群选的不好 后面研究无法继续 这里的话呢 给大家列出了一些 传统的语线入选的标准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作为 大家的参考来作为一期的一个病人选择 但是的话呢 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要去决定用一个生物标志物 用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来使用这个生物标志物 大家要特别的谨慎和小心 因为你要保证你的这个 就是含量的定测 是得到 含量的测定 是得到这个验证的 然后你这个生物标志物选择的是正确的 如果说如果说这个药物是对于我们的心脏是有毒性的 那么显然你就不能够去使用了 因为这个病人如果说这个药物对他的心脏带来的毒性 那么他不可能在这个整个实验期里边呢 去长期的参与这个实验 这个也是大家要去考虑的 那么像一些药物的特异性 如果说你知道 就是你的这个类这一类药物跟其他的一类药物之间会产生一个药物的相互作用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去避免使用了前期的这些药物治疗的病人来去避免这种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里的话呢 是一些患者的分子的特征 通过这样的一些特征的来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来对他们进行选择 这里边的话呢 是在这个病人选择方面的 然后像各个队列当中的这个患者 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标准的三加三的一个设计 那这里边的话就包括像传统的一些三加三的一个设计 关键就是你要知道在哪里停止 比如说这个三加一加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二 或者说你怎么去进行一个停止 这个里边我就不再去详述了 那我们看看就是递增的一个速度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三加三的一个设计 那么你在这个起始计量 然后呢去决定你的这个推荐的计量 然后呢你然后是不是达到了第一个DLT 如果达到了第一个DLT 你就去回到原来的计量里边去看看 如果说第一个DLT没有达到 那么你可以继续往下做 继续往下做看看是不是到了第二个DLT 如果没有到的话那么你就再继续的往下加三个PTS 这个是传统的一种计量的一个递增 那么在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也是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式 就是加速DLT的 那么这种加速DLT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 之前的数据让我们了解到 在这里边呢会有一个疗效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空间 那么然后你通过这样的一个疗效方面得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空隙 然后在这里面去增加你的这个计量 然后你通过之前的数据去了解说 这里边应该不会带来什么样的毒性 然后你可以去达到就是一个比较中等的一个毒性的时候呢 你再回到过去的一个计量里面去看看 就是这个计量是不是会带来安全性方面的一个担忧 那么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们在第一个单个病人的这个毒性的测试当中的数据 其实不够多 因为我是单个病人 一个病人 一个病人 然后一个病人 然后这三个 这这三 一个一个病人 三个病人递增 其实这里边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充分性不足的 但是的话呢 这样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一些人会基于之前的一些临床的数据 来去选择说一个病人来做之前的一个计量递增的这种加速D定法 现在的话呢 跟大家去讲一讲就是基于这个BISON逻辑方法的预期MTD 通过这个帮助我们来去预期这个计量的递增 那么在这种BISON的逻辑方法里边 你会会有一些之前做一些测试 也就是说当你进入到这个一期的这个临床病人的实验 一期的这个实验之前 你其实已经有一些实验前的这个测试的数据 然后呢你希望通过利用这些数据来帮助你去看看每一个队列扩增的阶段完成以后 那么这个剂量它是不是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决定说这个剂量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小部分病人是低于我们的剂量的 有一小部分病人是大于我们的这种理想剂量的 但是主要的病人呢还是在我们的理想剂量的范围内的 我们其实是希望是这样的一种理想的方法 就是说你的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剂量的毒性的一个曲线 那么应当是大部分的人是在这个理想剂量的这个范围内 然后呢只是一小部分人 而且应当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 尤其是过量的这一部分人要控制在低于25%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么我们不会说是让大家先做一开始是5个毫克 然后一下子就跳到说30个 一下子就跳到100个毫克 这样的一个阶梯的地增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或者说你从原来的一个起始剂量一下子翻300倍 然后去到一个第二个地增 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做的 那么之后呢Jack会从一个统计学的角度 跟大家做更多的分析 来去看看什么样的一种剂量地增的幅度 可能是推荐大家去做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会有一些像EVOC这种设计里边 它会有一些标准的流程 通过这种标准的流程呢 来去控制我们的一个过量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混合的 去使用这些剂量的地增的方法 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讲一讲这个终点 终点我就不讲太多了 那么我们讲到了一期实验的终点 比如说DLT 还有毒性 安全性 耐受性 PKPD 肯定是要去关注的 还有就是初级的抗肿瘤的活性 如果是在生物标志物的这种临床实验里边 我们还要去看看就是在一期结束之后 我们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机制的一个验证 如果说通过生物标志物 不能够去对这个机制进行一个验证 可能就是要停止了 因为这里你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 这种确凿的证据来去证明你的这个药物的药效 所以我们看到以生物标志物为驱动的 你一定要去要找这个科学的这种证据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初期的一种生物标志物 提供一种科学的证据 让你有信心去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那么我们再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我没有在这里边讲太多的PKPD这方面 因为PKPD会在我之后的一个演讲里边更多的跟大家去进行分析 这个就是我对于一气的一个设计来去给大家做的一个分享 谢谢 谢谢苏教授 那现在我们就进行提问 我们还是请大家提问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讲话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剂量递增的 剂量递增如果说有一个病人 他其实已经达到了二级毒性了 那么这个病人就 那么这个剂量就不要去到第二个阶段 那你对于这样的一种剂量的水平 你觉得这样的病人是不是安全呢 如果说有一个病人 他有二级毒性 二级毒性 然后你就把他去到第三个病人 然后再往上 就是这个低定 加速低定 因为好像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病人已经有二级毒性了 对吧 但你还是把他往上递增 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面去把他递增 如果说是有二级毒性了 我同意你 其实这里并不是有理由足以让我们去递增 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病人是有二级毒性了 那么即便你想去递增 我建议你递增的幅度不要太大 其实这里边大概也就是30% 50% 所以这里边确实是存在一个停下来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病人是有二级毒性了 但如果你决定继续的去递增 我觉得你这个层面的递增不能比前面大 一定要比前面的这个递增 大概也就是30% 50%的一个比例递增 也就是这个地方你递增的幅度只能是前面的30%到50% 因为你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有一个病人是有二级毒性了 我建议你就是确实要么就是考虑 一个就是考虑你是不是要停下来 一个就是即便你要递增 你的递增的幅度必须要是前面递增幅度的一个可能30% 50% 而且这个里面是不是停下来 还是说是继续往下递增 也要取决于你这个毒性的本质 这个毒性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毒性 这里边并不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个不可改变的一种方法 这个只是给大家建立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在这里面建一个中间值 在这个中间值里边去看看 就是说我如果出现了一个病人的二级毒性 我怎么去递增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 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DLT之前 我们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去界定 就是13天还是5天来去界定它的GSSF 我如果说你有5天到7天的话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要担忧了 我觉得这里边要看这个药物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药物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它是比较短期的 可能一天两天它就能够恢复了 如果说你这个药物 它确实是你看到非常大的一个这种毒性的出现 那么比如说一天两天 那么你就要去比较保守 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去再往下去到5周7周 因为你知道这个病人可能不会很快的去恢复 所以这个也取决于你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药物 一般来讲我会选5到7天来作为我的一个预值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GCS是不能够让它去参与的 不能在第一周期里边 第一周期里边是不能让它 如果说你去看它的一个持续期 然后你要每天对这样的病人进行一个 一个持续的观察 看看它是不是真正出现了一个DLT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讲话 我其实对于生物标志物在这个临床实验当中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有几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使用生物标志物来去作为一个终点 你指的是PD的这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终点 还是次要的终点 您是想把它作为主要终点 你是唯一的一个原因是去找它的 做的这个实验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找生物标志物呢 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CML的这种临床实验 那么我们用到生物标志物作为一个PCR的一个标识 那么我能不能够用它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终点 来去看看这个药效是作为一个终点 如果是17的话呢 我会比较紧张了 因为你即便知道这个剂量是安全的 那你怎么样去评估 比如说你有100%的这样的一个生物标志物 但是这个标志这个剂量究竟是不是安全的 这个剂量是不是究竟是高危的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你知道你的这个剂量是安全的 然后你在这样一个安全的这个剂量的范围内 去测量你的这个生物标志物 看看是不是对这个剂量是病人有反应 看它是不是比如说有10% 有10% 20% 30% 然后如果你找到PD的这种生物标志物 那我觉得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我觉得我会有点担心了 在叫预疗 其实这个预防 在预防性的药物这里 通常它的这个安全性是不错的 一般的1期的2B 它是一个小的随机的一个研究 用PDM point PDM来做一个点 来看看这个药物的情况 然后再选择其中一种来进行二期的研究 那么所以说PDM point 它可能是用的是更加安全的药物 那么但是如果它是第一次在人体上做试验 你可能需要它的这个剂量更低一点 但如果已经到了PDM比较安全的情况 那可能就剂量会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生物标志物的路径 在中国呢有一些的药物它不是商业的药物 那么如果我们来进行试验的话 是用商业的形式 还是怎么样来做这个质量控制 我比较关注这一点 你是说这个 你是说定量测定是吧 你是说的含量测定 我们今天早上也谈到 每一个药物 它都其实有一个伙伴的一个生物标志物 然后你要进行含量测定 然后这个药物才能够得到批准 这个含量测定是你唯一能够用的 因为其他的这个含量测定 不是同时来进行产生的 在三期的研究中间 这个含量测定必须要能够作为一种 非常有效的一种标志 在三期研究中 特别是PD生物标志物来说 我对这个研究实验是比较的担忧 我不知道这个环境有没有受到这种认证 因为我们想知道 在那个点上 要想知道每一个完美的环境 能不能做到这个生物标志物是很难的 我想知道这个PD能不能在一个 不那么严格的环境里来完成 但是可能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见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点 这个很难 因为你希望开发药物 然后呢同时来进行测试 而你要想做这个测试的资源却很多 这种资源多到你可能觉得不想做这个 这个当时的支持者不想做这个投资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资源上的困难 我觉得最好是有一个平行的一个研究才行 那么跟着你这个临床研究 药物平常研究 在平行有一个测试的一个研究 当你在进行到三期之前 理想的情况是 你的这个测试的那些参数都能够固定下来 这样的话 在三期用的那些测试 就是你最后想做的那个商业的一个推广 但是在三在一期里面 你可能还需要去做来搜集一些测试的参数 所以说如果你想仅凭这个临床试验来做 单条路是很难的 最好同时有一个平行的一个测试的路径 在同时的来进行 我想继续来跟着这个礼径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呢 如果这个病人遇到了这种情况 他们需要考虑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毒性问题 是一个计量限制性的毒性问题 比如说对于病人来说 四级如果有四天到五天都是四级毒性 它能不能然后恢复到了三级或者二级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可以吗 那你能不能以这种恢复或者改善 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那么如果有 是不是只有一天的四级毒性 也可以把它判作为DLT的这个 这个计量限制性毒性 我觉得一天 比如说在白血病里面 有一天出现了四级毒性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但是还要看具体的药物是什么 它是一天还是四天出现了这个四级的这个毒性 我们要看具体的药物是什么 现在病人 他应该会知道 这个比如说三个病人的这个组里面 一般来说病人会认为第一期 第一周期 我们会有多一个周期在这个第一期里面 那么有的病人觉得二级毒性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到了二周期和三周期的时候 病人就出现了三级毒性的问题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病人考虑到 他已经进入到了DLT的这个情况 那么其实这是我第二个讨论里面的主题 我会给大家来讨论一下在后面 后期出现的这种毒性 如何我们来考虑一下 后期出现的这个毒性问题 其实在ELTC我们都会谈到这个问题 我会给之后 之后给你们分享一些其他的数据 我们想一一地通知病人 第一个病人 他可能是在周期二 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了第二个病人的实验 当我们看到第二个病人 还没有出现毒性反应 但是到了第一个病人 他已经到了第二周期 第三周期他出现了这个毒性 你谈到的是这个后期的毒性 后期的毒性会在我之后的演讲中谈到 我们现在已经有点超时了 可能你的提文可以移到下一个环节中 我觉得我们这个环节讨论需要停一下了 非常感谢你的积极参与 我们现在茶歇一下 我们现在茶歇一下